这中股份前三季度净利暴增5548.01% 曾计划8亿收购零收入关联公司 10月22日晚间 这中股份公告 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795.73万元 同比下降16.5% 净利润9723万元 同比增长2853.15% 整体来看 这中股份今年前三季度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.38亿元 同比减少2.72% 净利润3.2亿元 同比增长5548.01% 上述事件一出后 立马引来监管关注 9月28日 深交所向这中股份发关注函 要求这中股份说明中经半导体 是否具备生产能力 核心技术人员 主要产品在手订单 或与潜在客户的沟通情况 以及实施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潜意的问题